历未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有人犯罪 对耶和华不忠实 在人寄存给他的物上 或抵押品上欺骗自己的同伴 或是抢夺 或是欺压自己的同胞 或是拾去人遗失的东西 却欺骗人 起假事 行了任何一件人常犯的罪 他犯了罪 有了罪 就应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欺压得来的 或是别人寄存在他那里的 或是他失去的失误 或是他因起假事 所得的任何东西 在陪过的时候 他除了按元术偿还外 必须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交给原主 还要照着你的估价 把赎千记生 就是从羊群中 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做赎千记 祭司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所行的任何一件过失赎罪 他就蒙赦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樊祭的律例是这样 樊祭要放在祭坛的柴上 通宵达旦 祭坛上的火 必须一直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外袍 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他要把祭坛上樊祭 烧成的灰收起来 放在祭坛旁边 然后脱去这些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出银外洁净的地方 祭坛上的火 应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每天早晨 祭司要在上面烧柴 把樊祭排列在坛上 又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肪 火必须不断在祭坛上烧着 不可熄灭 宿祭的律例是这样 亚伦的子孙 要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坛前 献宿祭 从其中取出一把做宿祭的细面 油 和在宿祭上所有的乳香 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做贡物的象征 亚伦和他的子孙 要吃剩余的祭物 在圣洁的地方做无效饼吃 他们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饼的时候不可加效 这是我从献给我的火祭中 赐给他们的份 是至圣的 与赎罪祭和赎千祭一样 亚伦的子孙中的男丁 都要从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 吃这些祭物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人接触过这些祭物 必成为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瘦高的日子 要献给耶和华的贡物 就是一公斤的细面 做长腺的素祭 早晨腺一半 晚上腺一半 你要把这些细面 在肩盘上用油条盒做饼 烘好了 你就拿进来 将剥成碎块的素祭献上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亚伦的子孙 继承他做受高利的祭司的 都要献这素祭 把它完全焚烧 献给耶和华做永远的律例 凡是祭司献的素祭 都要完全焚烧 不可以吃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 赎罪祭的律例是这样 赎罪祭生 应在宰杀凡祭生的地方 在耶和华面前宰杀 这是至圣的 献这赎罪祭的祭司 要吃这祭生 在会幕院子里的圣洁地方吃 接触过这祭肉的 必成为圣 沾了祭生的血 必须清理 血溅在衣服上 应该在圣洁的地方洗净 主祭物的瓦器 却要打碎 如果主祭物的是铜器 只需用水冲洗 祭司家中的男丁 都可以吃祭肉 这是至圣的 但是任何赎罪祭 如果他的血 带进了会幕 在圣所内进行赎罪 祭肉就不可吃 必须用火烧尽 未经许的 然后 当然 的 其实 就是 准备 你们